一五乘三得票率 大胜对手十四万五千票的 桃园市长郑文灿 不用车队卸票 而是低调到公庙起伏 毫无悬念连任成功 却没有太多笑容 面对民进党的挫败 郑文灿认为 这反而是个学习机会 老中青三代都应该要团结 反省 那么才能够再出发 那我想中生代应该承担 比较重的责任 这应该是对的 那不过我想这是 属于全党的事物 那应该要及时管理 全台绿营县市长 郑文灿胜选差距最多 他更被视为未来热门 党主席人选 12月14号之前 都要负责在议会把 明年的预算审议完毕 那所以暂时没办法签估到党务 凭经济顾名声为重 妈妈的位 第文餐有在听啦 这件事我没赞心 我希望他这四年 好好做得好 那以后的事 这还说 图巴中心桃圆报道